这是维持片系,了解到这是您首场个人的聪明面会 想知道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会想把第一站进去在厨海军事的地方 心情就是现在非常的紧张加兴奋 然后我为什么放在上海呢 因为离我家近 然后主要是其实上海是我从国外回来之后第一站的地方嘛 所以我就想说在上海举办的话对我来说意义还蛮重大的 所以在上海举办了我的第一站 好,下一位老师 想问一下今天的那个演出现场会有什么节目 曲目,你要先发是吗 我会把我比较 在网上看到粉丝们比较喜欢那些歌曲融入在里面 然后也有翻唱别的歌曲 对 会不会有特别的安排是在上海 因为你有任意的感觉吗 呃,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啦 但是我不知道粉丝们有没有觉得特别 可以先给那个年头的影响吗 呃,我会跟沈梦诚一起唱一首歌 是那个在那个是之前有没有有见过的还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跟他单独两个人唱过歌 是什么样的类型的 曼歌 不是情歌,曼歌 对 那这次还有准备其他什么特别的惊喜 特别的惊喜啊 我有做饭给他们吃 会在现场给他们 然后看哪两位幸运的粉丝可以拿到 因为之前好像我跟飞飞做过一次那个紫菜三明治 然后被大家有关注到 然后我就这一次有亲手做了 然后送给他们 对 然后家庭上是在有被偶遇开到吗 然后大家都说,哇,家好高啊 就是叫混嘴嘴是不是 然后就说过了这样的一个抽搐 然后就怎么样 我是发自内心的 他还问我什么时候 他还问我什么时候能发Vlog 我就想说你都已经发完了 我还要发什么 已经没有内容可以发了 对 但是很多粉丝都在唱反调说想要再看 还在考虑当中 有没有考虑说后期会去参加一些脱口秀 一类型的节目 哦,你觉得我可以参加脱口秀啊 对 就这样很紧张的吗 很能怼人是吗 哈哈 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叫嘴强王者 对,然后是关于王总要游戏的一个脱口秀节目 所以 其实 蛮紧张的 对 毕竟不是我擅长的区域 但是还蛮好玩的 嗯 那助理 佳哥想问一下 最开始举办粉丝见面会的初衷是什么 初衷就是我想要多一些舞台 然后给大家表演看 因为唱跳歌手的命就是舞台表演 所以想说以自己的努力来创造更多的舞台 给粉丝们回馈的话 这是我也最愿意看到的画面吧 嗯 那今天就是有很多粉丝也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嗯 没事 还有下一场 我努力的话可能还有下下场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吧 哈哈哈 那要做一个巡回演出的这个计划 呃 暂时没有到巡回那么那么大 对 因为呃 还是想先试试看能不能驾驭得了 嗯 嗯 还有老师吗 老师有问题吗 没有了是吗 嗯 没有了是吗 好谢谢谢谢 所以老师们会看吗 那希望我们晚上晚点开心 那希望我们晚上晚点开心 好 嗯